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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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蒸鲜窩的特点就是 花蟹、黄染蟹、绿染蟹 全部都可以任吃 重点是你第一只吃花蟹 你第二只可以吃黄染蟹 它比你转,所以限制就没那么大 喜欢吃蟹的人一定会很开心 黄染蟹是最爆糕的 没拆开蟹的糕已经逼爆出来了 味道是偏向甘甜 煮蟹糕就最开心 而花蟹呢,我本来打算它只吃肉 怎知糕也不是少 花蟹的质素是最令人有惊喜的 这里还有一款少见的绿染蟹 大家可以看到绿绿的 其实它不是变坏了 而是它是吃海草大的 所以连糕都是绿色的 无论是蟹肉还是蟹糕的味道 都会相对觉得清新一点 其余九款海鲜选择 每人可以选五款 换句话说,两个人已经可以试完九款了 北海道圆背真的挺大 鲍鱼都弹牙的 其中一款蝦是刺身吃法 我几买它的酱拔旁 虽然小小 但也挺鲜甜和爽口 其余质素都OK 真的看自己口味选 鸡腿、猪肉 和大家最喜欢的牛肉 都是任食 特别推介这个黄金鱼子球 里面是千道酱 酸酸的里面有脆脆的口感 相对小珍鲜窝 还有点心又不吃 除了豐富一点之外 我觉得整次就饱肚一点 肉质素也可以 最后吃了竹底 饱到捧着兔酒 饮品都是任饮 不是普通料 竟然是特饮 我最喜欢冬瓜露 微甜清凉 而玫瑰茄红莓汁 挺搭配蟹 酸酸的 吃多几只蟹都不觉得那么流 四位以上就送了这个观宴甜品 你问我黄饹还是绿饹好吃 其实我觉得都挺两款的 黄饹的膏好像多些 但你想吃绿饹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大部分开出来都是黄饹的 想知道更多最新最快的美食资讯 就立刻like Hello Pinky到处吃这个Facebook专页 如果想直接和我们一起去吃 就加入Hello Family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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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